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後改永從永高秀 教授你好 你好 教授 頭一個問題 我想請教的就是說 這次緬甸在2月1號 所發動的政變 那為什麼會選在這個時機 那我是不是覺得 會讓各界覺得說 其實緬甸的民主進程 就到這邊 又回到了十年前的感覺 對 就是2月1號剛好是 他這一次選舉的結果 開議的時間 那這一次選舉從 選舉結束之後 就一直有 就是對這個選舉的過程裡面 發生的事情大家有疑義 那軍方甚至在 之前已經釋出這種訊息 就是說他可能會出面來干預 那只不過就是說 沒想到就是 很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 這個民主政體 那現在就是說 一夕之間又倒退回去了 那時間點上 如果呢順利開議之後 可能 要再 就是說要再做任何的方案 是不太可能 所以就是說 他等到最後一天的時候 他終於就 就採取行動 那為什麼 不再就是 剛選完結果之後 他們質疑結果之後 就來發動行動 應該先說 應該先從這個選舉的結果來看 就是呢 如果說 從軍方開始 就是 採取這種 就是說 實行新建民主憲政選舉的時候 他所成立的政黨 叫做 鞏發黨 鞏固及發展黨 這個黨在 第一次的那個選舉裡面 2010年那次選舉裡面 其實是成績非常好 但是在那一次選舉裡面 是 翁山蘇姬她 是沒有辦法參加的 這個 這個情況下 所以她其實 原來是信心滿滿 她認為說 她是有能力得到 就是民眾的支持 但沒想到呢 後來 2005年 翁山蘇姬 正式參選的那一次選舉裡面 那她大敗 而且呢 她當時這個敗的那個 那個票數 剛剛好可以 足以搗亂這個政局 但是呢 無法就是說 無法 她無法自己來組織提案 她必須要聯合其他的這個政黨 那這一次的選舉的成績 實在是太糟糕了 這一次的這個選舉的席次 大概她只拿到這個選票 大概4% 5%左右 也就是說 實際上她要真正要 杯割這個議會 都沒有辦法 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 等於說 軍方原來希望 利用這種方式 來分享權力 但是現在這個希望破滅了 也就是說 她如果沒有採取行動的話 她再來在那個 緬甸的政局 是越來越邊緣化 所以 就是說 這個可以當作是一個背景 老師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 軍方這次指控 選舉過程 有很多的舞弊 或是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發生 可是就選舉的結果來看 其實很 懸殊很大 沒有什麼懸念 那其實軍方 這樣子做的目的是什麼 難道他不怕會引起緬甸民眾的反感嗎 對 就是說這個緬甸的軍方 在過去就是東南亞各個國家 就是大家在互相討論的時候 李光耀就曾經說過說 緬甸的軍方好像沒有隨著時代進步了 如果你仔細看那個 其實像印尼過去 還有就是說 泰國的現在 其實 這個在東南亞地區 有這個軍人參政的這個國家都有 但是他們都會聯合其他的這個勢力 可是呢 軍方看起來 就是說他 比較是一個封閉的體系 在緬甸軍方來講 所以他這一次只知道說 他輸得很慘 但是呢 在這一次選舉過程裡面 也因為是剛好碰到那個 武漢肺炎的這個關係 所以呢 他有很多地方 選舉投票受到限制 那這個限制呢 他就會特別是在這個 少數民族地區 偏遠地區 他就會覺得說 這個限制呢 其實是造成這個舞弊 所以其實各地的這個紛亂是都有 那一直也是為了這些問題 就是說 其實是各地吵吵鬧鬧 不過我們說 任何一個民主的選舉 他最主要還是看 就是說國際上 你怎麼認定 還有就是這個 就是說一般普遍的看法是怎麼樣 那我們有一個 就是說亞洲選舉觀察 這個組織 他就是說 實際上這一次也派人去做了觀察 然後他大致 他的結果是說 其實呢 雖然有很多很多這些小問題 但是就一個民主選舉的形式來講 是可以接受的 也就是說 外界普遍認為說 這是一個民主的選舉 但起碼是個合格的選舉 起碼是個合格的選舉 問題是在於說 如果這個軍方 他所著演的是在 內部的情況的話 的確內部的情況 會有很多的這種 跟選舉有關的紛擾有關 那這個情況下 這沒有辦法 這是任何一個執政黨 他必須要利用 他的這個行政上的優勢 所以本來是一個 有爭議的事情 有爭議的事情 如果按照憲法 其實還有不同的 提出抗議的方式 不過最後軍方可能覺得說 其他抗議的方式 無以表達他的方式 最後他採取了最下策的方式 就是採取這種類似 幾乎像是政變的這個 這個形態來去進行 不過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次的這個軍方的政變 跟過去緬甸的軍人干政 大規模的逮捕 或大規模的 就屠殺的情況不一樣 他只針對這個領導人 然後領導人而且呢 想辦法就是說 找一些罪名呢 來控訴他們 所以這個做法 已經跟過去 就是說相當不一樣 也是考慮到現在 不同的整個 緬甸開放以後的社會氣氛 是 老師呢 我們這裡又有兩個問題 衍生出來 我是第一個好奇的是說 有外傳說其實是因為 現在的那個軍方的總司令 敏昂來將軍 他其實因為借退了 他想要 之後想要參選 他想要 剩下個機會 來累積自己的能量 第二個部分 就是有人是擔心就是說 其實 其實選舉的舞弊 沒那麼嚴重 反而是軍方向翁山政府 他要釋出一個訊息 就是說你必須要 顧及軍方的權益 要跟我分享權利 老師那你怎麼看 那個要求分享權利 這個在當時 就是設計憲法的時候 就已經把這個 軍方分享的權利 放在裡面了 他至少有25%的席次 就是由軍方指定的 但是呢 這一次的 我剛剛講到說 的確這個 這個民養來 他的這個 他年齡已經借退了 他馬上就要 就要從軍職裡面退休 他就可以用文人的身份 用百姓的身份來參選 但是呢 問題就在於說 軍方扶持的政黨 成績時代 選舉的成績時代是太糟糕了 也就是說 斷送了他 想利用這個方式 付出的這種可能性 那當然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說 就時機來講 假如軍方就是 想要扮演任何的角色的話 那在這個情況下 幾乎沒有 就是說幾乎他 所有的空間是很小的 但是我覺得說 最重要的地方是說 其實 整個軍方在整個 緬甸民主化的過程裡面 其實是沒有真正去學到 民主的做法 所以你看得出來這一次就是說 他這一次的這個行動 其實 外界並不看好 因為內外看起來都反對他 他的這一次的這個政變的 正當性 是相當薄弱的 你只要比較一下就是 泰國軍方上台 或者是說像更早以前 那個柬埔寨這個軍方鴻燊 他是軍事強人上台 他都知道怎麼樣 跟不同的勢力來互相聯合 那這一次軍方看起來 他是比較像是一個孤立無援 這個單方面 這個奪取政權的這種作為 所以從政治的角度來講 是非常失敗的一個做法 從這樣來聽來 好像是有點擔心是 軍文當中的失衡 可是其實憲法也保障了 軍方25%的席次 也就等於說 我就算是一個文人政府上台 我想要推動修憲 還是得要軍方配合 你不答應 我也沒辦法 改變你任何的權力 他到底在擔心什麼東西 本來的那個 這一次的這個新的憲法 就是這個 2010年12年那個時候 通過的這個憲法 基本上已經 他是一個保障 這個軍方參與政治的一個憲法 但是呢 這個很微妙的地方就是說 這個選舉的結果 讓這個軍方變成是一個 跛腳的勢力 也就是說 他真正自己想要 就是說 推動什麼東西 他是完全無能為力的 那這個是跟這個民盟 每次選舉大獲全勝的這個結果有關 那這樣的情況下 他就會變成說 本來像是一個就是說 恐怖平衡一樣 你也少不了我 那你也就是說 沒辦法離開我 但是呢 這一次的選舉結果 相當於說 失衡了 就是說軍方的勢力 在整個民主選舉的過程裡面 完全崩塌掉了 就是說就進一步又縮小了 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 假如他沒有任何的動作的時候 那註定他未來就是 沒有辦法在這個 未來政壇上扮演任何的角色 所以這個可能是原因 那我只能這樣講 就是說 說起來對這個 就是對緬甸來講 是一個 是一個蠻悲哀的情況 就是從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終於現在走到一線生機 就是說這個 穩定的這個民主的發展 然後各國看好 進去投資 經濟發展起來了 在各方面條件 都越來越穩健的情況下 那這個時候 就看起來是走回頭路 可是呢 這個政變本身 它的狀況並不好 喜乎我們很少看到一個 東南亞地區的這個政變 在非常短的時間內 所有的國際社會 就是對它譴責 然後國內呢 不服從運動也起來了 那這個情況 其實對這個 政變的當事人來講 表示別人不信任 它的這個治國能力 是 是不是某程度來講 當然外傳啦 說的是翁山蘇姬 其實已經很久沒有 跟軍方有所互動 造成軍方也很擔心 它未來的實證方向 會是怎麼樣 這個說法 外電這個說法 我想都是一個 事後解釋的說法 其實呢 就是說 翁山蘇姬本身 他應該是非常了解 他本身是軍人家庭 他爸爸翁山將軍是國父嗎 對 他的父親就是翁山將軍 在整個軍人的這個傳統裡面 是享有崇高的地位 那所以他是懂得怎麼樣 跟軍方周旋 而且呢就是翁山蘇姬本人 為了維護緬甸軍方的這個 算是尊嚴 在國際的這個羅興亞的問題上面 為他們辯護 搞得自己兩面不是人 弄得自己就是說 實際上他的人權鬥士的光環盡失 其實已經付出很大的代價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不可能說互相是沒有 沒有互相的協商 那我想就是說 這一次的這個結果 基本上還是一個選舉 選舉之後造成的結果 只是問題出在這個憲法本身 就到底呢 你碰到選舉糾紛的時候 你是要按照這個憲法的方式 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還是說 就是用採取什麼樣的方式 那麼一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這個軍方他就說 我是根據憲法的哪一條 我來組織怎麼樣 來接管這個政權 可是他現在接管政權的形勢 很快的變成了 恢復到過去 當時這個軍人干政的這個 就是說成立了一個委員會 全面接管的這種形態 那就讓人家想起 就是過去的1962年 尼文將軍的這個 這個軍事化統治 然後到後來的這個 1990年 把這個民主選舉的結果沒收 那這些情況 在目前的這個時代裡面 都是算非常少見的 尤其是民主選舉的這個結果 直接不承認這個結果 直接把這個選舉的結果 就是說完全推翻 這個在緬甸歷史上 有兩次發生了 那這個是在世界各國的情況來講 是絕無僅有 好 老師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下半場 繼續再來關注 緬甸後續的情勢發展 謝謝 謝謝 今天大家繼續收看 我來關心緬甸亞 微軟運用全部再見 臺灣十方台號 楊崇峻高修 這次的節目 在Podcast和Youtube 組合室的收看 我們上半場 你聊滿多 有關於這次軍方政變的內幕 但其實我個人滿好奇 可能也有人滿好奇說 像緬甸這樣的國家的發展 它好像有一點像是 父權式的民主 那也會讓人想到是新加坡 但是只是差別在於說 一個是文人政府 一個是軍方在介護民主的發展 老師你怎麼看 我們如果這樣講 就是說從歷史上來看 在英國的所有的殖民地裡面 緬甸的殖民最晚 所以它被注入這個 英國的這種文人傳統的精神 也算是最少 那它獨立的時候 當時就設計了一個聯邦制 這個聯邦制就是 少數民族所擁有的這個邦 它的勢力很強 它的國土面積超過了一半 所以這個時候呢 在獨立的時候 就賦予緬甸的軍方 相當重要的角色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緬甸的軍方 一直是以民族主義 跟這個新的聯邦國家的 捍衛者自居 這個才會有 剛剛所講到的 1962年的這個 尼文將軍的這個軍事接管 那這個軍事接管 一旦變成傳統了之後 相當於現在所有緬甸的人 幾乎都曾經在軍事接管的 這個情況下成長 所以當這一次發生政變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出來 一般的人還是很清楚知道說 這是怎麼回事 有些人表示說這個事成相似 那只是說在當時呢 後來的這個結果 在後來這個1990的這個民主選舉 軍事上就說 推翻了這個選舉結果之後 緬甸就受到 國際上的這個經濟制裁 那大家過了一個相當長的 這個苦的日子 那現在呢 好不容易等到這個開放的時候 大家以為說 這件事情就不會再走回頭路了 那在這個時候 發生這樣的事情 其實是 我想是對大家來講 都是死料未及 有很多外電報導說 這一次的這個政變呢 是有很多大國在緬甸這邊 角力的結果 我們當然也可以 從這個角度這樣看 不過呢 看起來這個 引發這一次政變的原因 還是緬甸內部的情況所造成 那這個內部的原因裡面 一直存在著這個軍人 在國家建構的這個角色 那這個就是會變成是 最後呢 還是回到緬甸的老陸 就是說他們熟悉 用這種方式來處理問題 是 那我們再回到就是 就是大家的焦點 翁山書記身上 當然就是你 老師你剛剛有提到說 因為他羅興亞問題 跟軍方合作或是讓步 而在國際上得到了一些負評 甚至他自己人權鬥事光環盡事 這一次緬甸軍方將他拘留 要到2月15號 那可能會用一些罪名來起訴他 包括像是非法持有一些對講機 然後包括他的總統溫敏 也是違反了一些防疫規則 可能都會被遭到判刑 這樣的手法 有人會覺得是太過於拙劣 然後另外說他們軍方的目的 到底是什麼 那個首先講到那個羅興亞的問題 那個當羅興亞的這個問題 在國際上出現的時候 那個很多的這個國際組織 就怪罪到翁山書記頭上 我覺得這件事應該是一個 便宜行事的做法 因為假如真正去進行鎮壓的當事人 是緬甸的軍方 那你沒有把矛頭對準緬甸的軍方 反而對準了這個翁山書記 到最後可能可以很快的博得聲量 才得到這個行動的這個結果 可是呢 對於整個緬甸的局勢是不利的 那現在就很多人 很多緬甸人講說 欸你看 你現在看到這個 其實翁山書記非常辛苦了 他必須要平衡各界的這個勢力 然後還甚至被人家拘留了 對 那現在呢 現在這樣的這個結果 是一個就是比較特殊的結果 就是說我想是對於緬甸的軍方來講 他比較不像過去一樣 用赤裸裸的奪權的方式 他也會用一些比較細緻的方式來做事 大家注意到這一點就是說 如果再過去直接就直接就就用一個比較大的罪名 可是這一次呢 如果你說選舉舞弊 其實選舉舞弊 其實是沒有到要去抓一個政黨的領導人這個階段 所以他呢 就用一些小的技術性的這個干擾 這個小的技術性的干擾 至少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他是有迴旋空間的 也就是說 他這一次上台的時候 他直接說 我並不是不要選舉 我是要一年後來執行選舉 那這段期間呢 假設能夠 我能夠對於這幾個領導人加以控罪的話 至少能夠讓他們從 在這個從政堂上就是說 沒有資格去參選 如果這樣的話 到最後可能都有迴旋的空間 所以最主要就要看 國內的情況跟國際的情況 不過就是看起來這個 軍方的這個部署 看起來是缺乏好的安排 如果你有好的安排 你應該同時 在接管的同時 就在國際上發聲 取得一個正當性 或者在國內呢 應該採取一個做法 讓國內能夠安定 至少軍方呢 在過去 逐漸開放的過程裡面 是很清楚知道 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他過去一直都跟這個商人 有很好的合作 那現在就要看 到底呢 這個軍方的目前這個措施 反應是怎麼樣 那麼僅僅是才一兩天的時間 現在呢 緬甸的內部 各地都有抗議的聲浪出來 甚至不服從運動嗎 對 那不服從運動 當然是在 當時啊 這個翁山蘇姬要被抓以前 他已經知道了這個訊息 他就寫了聲明了 所以當時就說 他發布了這個消息 叫大家採取這個不合作運動 那我們還是要這樣看 其實翁山蘇姬 這麼長的這個從政過程裡面 採取一個和平手段的不合作運動 其實是他的專長 那他過去在被軍方壓制的情況下 他是靠這樣的方式 得到很大的掌聲跟因此而崛起 現在他只不過想不到 就是說他現在又回到這個老路了 從這個角度來講 這樣的對峙情況 對軍方來講是不利的 他沒有任何角度看得到他 能夠用這種方式繼續統治下去 是 老師那你剛剛有提到說 軍方也同意在一年之後 重新舉辦選舉 當這些爭議都釐清了之後嗎 老師那您可不可以幫大家來分析一下說 接下來緬甸這一年當中 他們的局勢會是怎麼樣 一年後的這場選舉 可能翁山不能參選 可能一些政要都不能參選的情況下 這場選舉會是怎麼樣的樣態 對 我們說他這個 目前局勢發展有幾種可能性 一個就是說真的就是一年以後選舉 那當然還有一種情況是 如果內外的壓力很大的話 他也可能會撤回 至少我們剛剛講 保留了這種可能性 假設選舉的話 我們說即使是這幾位領導人 沒有辦法參選 問題是說 其實民盟已經在執政的過程裡面 培養出一批人才出來了 到目前為止民盟呢 他變成是無可取代的一個 就是說對民眾來講 無可取代的一個標誌 所以估計呢就是說 即使局面必須要一年後重選 民盟應該還是會有機會重新上台 那在這個情況下 這個軍方可能必須要 就是說在這個情況下 必須大家都要考慮一下 就是說怎麼樣情況 是對大家最有利的情形 我估計就是說 照目前的這個發展這樣看 除非有特別的因素的刺激 否則的話 把緬甸的整個局面搞亂 並不是這一次的目的 巡方也不會希望就是把它搞亂 現在問題只是說 各方面要小心看看 怎麼做怎麼布局 比較難的地方應該是出在說 現在的緬甸 它已經它至少在兩個方面來講 會受到很大的壓力 第一個呢是 在過去的那個軍方的 過去軍方干政的那個情況下 像8888的這個革命 或者是說2010年的革命 緬甸都有辦法去封鎖消息 但是呢 這一次即使它斷網 那麼現在的年輕人 已經習慣了這個網路的這個生活 其實呢 這個緬甸的訊息 會不斷地傳到外界 我不相信它可以再完全沒有 就是說完全可以封鎖消息 這個是現在的緬甸 跟過去不一樣的地方 第二個就是這個 現在國際關係的這個緊密的情況 假設這個東南亞國協 沒有辦法做任何事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國際的壓力就會變得非常大 比方說G7 就說七大工業國家已經發表聲明了 聯合國呢也發表聲明了 都是希望它立刻能夠釋放這些 這個它所拘捕的這些人 所以這樣看起來 這個局面是跟過去的情形是不一樣 那軍方呢 怎麼去走下一步 就會變得很重要的一個觀察指標 這一點時間我們來看一下國際的反應 老師你剛剛提到 G7聯合國都有相繼的發出一些聲明 然後美國現在要考慮恢復對緬甸制裁 這樣好嗎 另外就是聯合國現在也因為 可能因為中國俄國的 拖延的關係也沒有辦法 發出這個所謂的制裁的行動 老師那你又怎麼看喔 是不是又是另外一輪就是 美中之間的角力 對 這個就是說 美中之間的角力這個是毫無疑問的 就是說這個 傳統上這個 中國跟俄羅斯 會利用這個在聯合國這個場合裡面 會跟這個西方的這個主流倡反調 這個我們是知道的 那我們還是要看就是說 這一次的這個 合理性的這個 誰具有這個正當性 就這個正當性來講 看起來呢 這個軍方沒有得到好的正當性 所以聯合國就算是到最後 沒有發出任何的這個譴責 以現在各國的反應來講 這個壓力已經足夠大 那麼其中最關鍵的又是 美國本身的行動 因為美國呢 在過去的這個經濟制裁 你可以說這個經濟制裁是一個 很很無奈的方法 但是呢 它畢竟曾經發生過效果 有可能把緬甸推向中國 對這個 就是說它這個經濟制裁 它真正的力量一定是在 就是當地的人民 回想到過去經濟制裁的這個惡果 最後呢覺得說無法忍受 由人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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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